Hello,我叫高伟,今年25岁,然后现在正在找北七六个月的实习,我现在是在法国上MBA第二年,我的专业是奢侈品管理,但是更加仔细的是在学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商务贸易。 然后下面是关于我的实习经验,我之前呢有在大连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做过会计出纳,然后我还在大连北洋公司,就是进出口贸易公司,他们家就是做食品检测,检测进出口的一些食品,是做食品分析员, 然后我还在做过实验室的一些供应链管理方面的工作,然后我现在因为想找一些关于供应链管理方面的实习,所以我之前还是有一些相关经验的。 关于语言方面的技能呢,我就是当然是第一语言是母语是汉语这个OK,然后我还在法国生活了有两年半了吧,法语还OK,然后就是我的英语,英语还是比较流利的,可以在听说读写方面,还是比较流利的。 至于你们为什么要雇佣我呢,我这个英语在海外带逛了嘛,所以我思维还是比较敏捷的,手脚也比较勤快,我学东西也还蛮快的。 然后我就是在之前因为有很多的教育背景啊,我是一个可以说是多面手,干哪些方面的活都OK, 然后主要是在供应链管理这方面,我还是比较能处理多方面情况发生,就是多维度的一些问题还是可以及时解决的。 希望你们可以雇佣我,当然如果你感兴趣的话,就请联系我,谢谢。